为了让民众有勤洗手的观念 新城乡公所举办了18场的手工香皂沿洗活动 乡长何立台表示说 新冠病疫情正在延烧当中 希望透过沿洗活动制造好的香皂 可以让大家养成洗手的好习惯 也从日常生活当中做好 共同来防疫疫情发生 新城乡公所为了让书民们体验制作手工香皂 并且扮演了18场次的沿洗课程活动 同时邀请公所同盟来教大家 制作造气的流程作业 以天然的食用油加上其他物品进行调配 每个过程决说是相当的清楚 新城乡长何立台表示 公所这次办理课程 无非就算把防疫的观念 深入在每位村民心中 勤洗手在人群当中就要戴口罩的习惯 新城乡公所举办手工照的延洗 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的乡亲勤洗手 在防疫之段的期间 我们服务所有的乡亲比较勤记 如果在室内超过一百人的 以及户外超过五百人的活动 我们希望都能够来停止 不管是在相办的活动 使民众各自要办的活动 我们服务我们新城乡的乡亲 共体时间共同来防疫 所以我们办所工照的这个延洗 最主要的目的 除了让他们知道 所工照的整个制作过程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在我们的乡亲家勤洗手 到公共领域的时候 希望戴口罩 我们共同来防疫 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现在向上何立台表示 新冠肺炎正在燃烧当中 唯有正确的观念和实行 才能够做好防护的工作 而这次大家制作出 不同造型的手工香皂 希望能够把它带回家使用 来落实擒尸手 共同度过防疫的难关 记得就关键下报道